我們就仔細來看看 為什麼你覺得它算是在這個級距裡面的空間霸主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空間要大 要長 要好載 就像小蘭姐選的旅行車的部分 就是真的是最好的選擇 那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知道今天 一定 大家一定都會選很多性能的旅行車 譬如說GOFA這種 我就選了一個跨界風格 是真正真正的跨界 跨界我們如果從這個車子側邊的線條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它真的 它在路上你就會想說 這是一台休旅車嗎 因為高度是休旅車的高度 但是這是旅行車嗎 這是一台帥哥的車 帥哥 是一個帥爸爸的車我覺得 因為首先第一個 這台是SUBARO的2.5 Outback iSight版本 那它是一個 現在看其實它是一個剛大改款一段時間的車型 所以SUBARO所有最核心的技術 全部都在上面 水瓶隊伍引擎 四輪驅動 然後SGP的模組化平台 全部都有 還有iSight 還有iSight 4.0 所以整體的科技感都很棒 那Outback最大的重點 我覺得首先第一是買這個型 它是旅行車 可是它一個真正跨界越野能力的旅行車 也就是說它有點像過去我們看 比如說Audi的那種All Road 那些車型 那現在市場上 另一個跟它類似的 可能是Volvo V90的Cross Country 大概就這樣 你不會在路上有車具 有制服車的感覺 那它真的就是跨SUV加旅行車 對 的感覺 然後它又有一點像長高一點的旅行車 所以等一下看空間應該真的挺厲害 我通常都叫這台車這種 矮腳虎 就它越野能力很好 可是它又不會到真的太高 然後它就是一台旅行車 據說外觀線條真的有一點登山靴的元素 對 它是用登山靴的元素 所以全車還車 你可以看它都是這種防刮的塑料材質 不是像有一些車型的特殊版本 裝一些防刮的 它本來就是有它實際的用途 給你去戶外 給你去Auto用的 那在全新的大改款的Outback上面呢 SUBARO的一些元素 比如說車頭 它的Dynamic的這種風格 六角形的水箱護罩 那當然它的中間也是有鍍鉻 它的車頭材質其實很多 對 有烤漆 有黑色 有鍍鉻 然後下面有霧銀的 還有防刮材質 所以其實層次感會很豐富 但不會很突兀 對 然後兩側的頭燈 也都跟比較新的 比如說XV 森林人這些一樣 有一個C型的這種日行燈 裡面的LED燈組 有水平調整 有轉向的輔助 其實這些科技基本上 都還是蠻OK的 那它的重點其實就是這個車高 好 我們到另外一邊看 其實就會很明顯 因為在大改款的車型部分 其實它的車高已經到1675mm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一台 中小型修旅車的一個高度 所以也是它稍微吃虧的地方 有的機械車位 它可能會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人選旅行車 是因為要停機械車位 對 這個稍微可惜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整個霸氣感就會非常的好 那尤其這一代的車型 它的離地高有21.3公分 比過去又多了一公分多 所以整體看起來 那個風格感就會很強烈 大家看它的輪圈 然後那個輪弧的地方 這個18吋的胎 然後整體前輪的搭配 就會覺得 哇 它就是一個很跨界的風格 你剛剛就說啦 就是它是一台 性格 有個性的爸爸會選擇的車款 對 非常有個性 不像有人選那種馬六那種 比較正常 正對性太強 比較正常一點的車 對 它比較 小Andy說幾句話 很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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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它比較不走 中規中矩的路線 所以它是很個性 那在它的動力的部分 一樣 蘇巴羅都一定是用水瓶對過的引擎 是的 它是2.5的自然進氣 最大馬力169匹 扭力25.7公斤米 坦白說 我實話實說啦 它的動力 我覺得稍嫌可惜一點點 就可能過去蘇巴羅這個級距 可能會有渦輪 但它改用自然進氣 那當然在輸出的表現上 因為它搭配無段的變速箱 所以順暢度 舒適度 真的都很好 但是就 有時候踩踏起來 你會希望它有更多給你一些性能 立刻的必敗 對 這部分是稍微可惜 但是它的越野能力 X-Mode 四輪驅動對稱式的系統 它是全時的喔 不像有些車是前輪驅動 偶爾抽送一點動力到後輪 這些能力的部分 它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如果 智希剛剛所形容的這一些 特別你可能 喜歡戶外生活的爸爸們 對 我覺得這些它挺有魅力的 條件都蠻好的 尤其在這個年式的版本上面 iSight也到了4.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面有兩個鏡頭 iSight是完全沒有用雷達波感應的 它都是用鏡頭的偵測 其實4.0跟之前的版本 就一個最大的差異 就是它開始管轉向了 以前都是有直向了 所以開始管轉向之後 有車道居中 跟對向來車的轉向輔助閃避 這些功能是新增上去的 好 再來 綜藝姐我要跟你示範一個 我覺得這個車最酷的地方 然後我要請小英底來幫我一下 這是需要助手的嗎 就是它的車頂行李架 它的車頂行李架 很粗壯對不對 你一看就會覺得 它跟別的車都不一樣 你看這裡這麼的厚 對不對 而且感覺比較高 尤其它側邊這一條 我們馬上來示範一下 它的操作非常的簡單 搬起來之後 你跟你另外一邊的助手 把它橫跨過來 它就可以 它可以這麼用啊 它就可以固定住了 所以你就多了前後兩支的 所以我不用去添購橫桿 對 所以你在背書包 或是你上面要綁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再加裝了 我覺得這個又酷又實用 對 很方便對不對 很方便啊 而且就是 你想想就是 要出發前 然後就這麼一弄 別人就覺得 為什麼你的車有我沒有 而且原裝的標配 有的那個橫桿 它可能裝的會比較突兀 或是要卡到窗框 我們常常還在 告訴大家說 你選擇橫桿要注意哪些細節 對 帶原廠給你 然後特別又是這樣子 可以靈活用的 你省很多煩惱耶 對 我覺得這是這個車的 一大賣點 非常的不錯 很好的附加價值啊 對我來說 然後我剛剛其實 上去操作的時候啊 SUBARU的車都會在 這個地方 後座的地方 給你一個 踏腳的空間 那奧背其實比較小 你如果看森林人或XV 它這邊會做很大一塊 都是給你踩上去 車頂操作 如果你不講啊 可能很多朋友會想說 你門檻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進入的時候 會比較不容易 對 殊不知它是要讓你踩的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它坐的比較寬 那因為 整體的車身尺碼 已經超過4米8了 快到4米9 所以軸距的部分 表現也很好 後座的空間 就是奧背一個 很不錯的地方 然後我 我來做看看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寬敞度 我覺得是好的 尤其SUFIRE的座椅都 比較軟 比較像沙發 比較柔軟 對 很日系車的感覺 可以感覺得出來對不對 對 然後後座 我覺得有一個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 忠義姐現在做了這個椅背 有五段的調整 調整的地方其實就在這 這裡 就在這 所以操作起來 我覺得是相對很方便的 你可以感覺到吧 對 傾倒的角度什麼的 對 還不錯 椅背可調這件事 在家人乘坐舒適性上 佔了很大的 其實很重要 關鍵因素 尤其你買這種 比較長 比較大的車 你一定會希望它後座空間好 對 而且我一向都覺得 SUFIRE的車 他們的車窗 對 面積都比較大 蠻大的 視野通透感 對外的通透感 感覺比較好 沒錯 所以它的 雖然很有個性 但是我覺得整體 該有旅行車的機能 等等 它使用的方式 我覺得都很好 那車尾其實就是 延續車頭的一個風格 包含它的尾燈 這種C型的 日行光的光條 然後比較簡約 那其實就是一個 旅行車的 車尾的收尾 我覺得也蠻簡潔 蠻好看的 那在車尾部分 有一個功能我覺得還不錯 就你今天 帶著鑰匙在身上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去碰它的 電動尾門 它自動感應 對自動感應 靠近戴Logo這個地方 你手上如果 抱著很多重物 沒有手的時候 它自己就可以打開 那行李箱的部分呢 開口很寬 我覺得 它的一個好處是 因為離地高比較高 所以可能剛剛 剛大家在看放Goff R的時候 你必須要 比較彎腰下去 它的高度 比較像是修旅車的 門檻的高度 然後 你看也沒有落差 整個平整性寬度 都蠻好的 那它也有一些操作的機能 譬如說有掛鉤 譬如說旁邊也有這種拉桿 可以直接讓椅背傾倒 擴充的空間 平整性也很好 那在全車呢 我補充一下 其實它有Harmacard的影響 在後箱 有一個重力音的喇叭 在那個位置 那包含像是下面的一些 杖板的空間 其實運用的靈活性 也是算符合旅行車的水準 所以你看喔 我們今天是從空間使用上 來切入每個車款的魅力點 奧伯我覺得在智希 接觸這麼多車款裡面 剛剛講的幾大亮點 有沒有讓你覺得也挺驚艷的呢 LINE 地球黃金線 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黃金線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無家汽車資訊推給你 一招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招包 最棒的是 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周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懂你的LINE車友 LINE 加Line 幾次 競楽 黃金線 青 鴁 ANNA 谢谢大家